歡迎來到KKFH 今天來帶你活 這款是Z妹妹軟充 依然是浮水性質以及耐搖材質 所以你看到它可以拉的這麼長 然後這一隻耳 這一隻耳叫做Easy F 之前有拿過這款耳去搞吉利喔 那吉利的攻擊性非常的強 然後那一次我只用了一顆膽 這我們一顆 然後這一顆的大小剛好是 你只夠一顆的話去掉吉利 非常非常好入口 對他們來講非常好入口 一顆它是完完整整的就直接吸進去了 不過這次就不是拿來掉吉利了 一樣先介紹這款耳 原廠設計出來是為了釣尊魚鮭魚那一類的 然後它是說有自然的香味 確實是有一定的香味啦 不過他們說那個香味對尊魚還有鮭魚有致命的吸力 但是因為台灣沒有那一類的魚種 所以沒辦法去做這個實驗 所以我也不確定那個香味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有效 畢竟在台灣 最有名的鮭魚還是寶玉類的 一包圍裡面會有六串蛋袋 然後每一串都是12顆蛋連在一起 每一串的克數大約是2.6克 然後我這一次只用6顆 所以大約是1.3克 然後這一次不玩假千 玩的是插千 這次使用的是Owner的鞋刺10 然後配上0.3克的插千 因為我這次只用6顆蛋 6顆蛋的話你只要用鞋刺10配上0.3克的插千 它就有辦法下沉 然後這整組的總克數大約是1.8克左右 1.8克就是比我上次玩小梯尾還要輕 嗯 真的是我目前玩過最輕的克數了 目前來講 勾法的話會是這樣 這邊有6顆蛋 我已經分好了 這也是6個一串的 為了讓插千有辦法刺在蛋蛋上面 所以必須一次要勾2顆蛋 你的勾子要勾2顆蛋 勾完是這樣子啊 你必須讓你的勾子一直勾2顆蛋 因為插千的長度會比1顆蛋還要長 所以才繼續要用2顆蛋 像這樣子插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插千 這樣子2顆蛋剛好融入一個0.3克的插千 然後這邊有一個重點是 你插千的位置必須在勾子的背面 把勾間當正面的話就是這一側 因為你要插在這一側 你這樣子 你耳的重量下水的時候 它會 有插千的位置會在底 所以它會是一個這樣子的站立 它會是這樣子的站立 站著站立你的勾子才不會朝下 如果你勾子插千是插在正面的區塊的話 就是勾間這個方向 這時候你的耳到底的話 勾間會朝下或者跟底平行 這時候你就會很容易勾到底下的一些東西 操作的話一樣是玩落下小跳還有抖抖抖 這次有拍水中動態 所以我們來看吧 你可以看到勾六顆它的長度是夠的 然後它在每一個操作 不管是小跳或者抖 它都會有一定的動態出現 就算你是抽動的時候它也會有動態 所以其實這樣子配起來它跟棒蟲還蠻相似的 但是它比棒蟲有更多的波動 假如你覺得六顆不夠的話 其實你可以夠更多顆 甚至你要有夠十二顆都可以 不過夠十二顆的時候 你的牽中就要考慮一下 你可能就不能用插千 或者你一次可能要插個三顆吧 難得有空特別去拍了一下水中動態 然後看完水中動態之後 我覺得這個配置還不錯 畢竟我在玩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辦法看得那麼細 因為我頂多就是在一些淺灘上面 可以測試一下 這個的泳之數 是跟我預想的差不多 那接下來就看實戰吧 身為一個專業靠運氣釣魚的 當然要先來幾桿落水咬 沒錯所以這一桿是落水咬 就是這麼簡單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這一桿魚沒控好 所以它脫鉤了 它後來就脫鉤了 然後這一桿的話 依然是落水咬 呵呵呵呵 代表它落下的動態 所以 也願意上臉 這桿的話 其實我有看到魚魚在那個位置 然後也是掉下去過沒多久 就被咬走了 這桿的話也是落水咬 可見 這桿的話也是落水咬 這落下的動態 魚真的還蠻喜歡的啦 而且 它咬我就蠻很投現 這一條是最出乎我預料的一條 要說為什麼呢 因為 這條不是魯魚 就這樣子跳著跳著跳著 然後突然一個盾點 然後我就開槍 你們都要騎來 竟然是一隻吉利 而且這隻吉利真的是太誇張 這太誇張 它一次吞了我六顆鵝啊 六顆耶 你說一顆就算了 沒有想到它這次 是直接把六顆都吞進去 我自己看到當下都傻眼 嚇了一跳 這一桿可以真的是非常分心 然後根本就沒有在認真的操作 就這樣子隨便跳 隨便跳 跳到幾乎快要到面前 腳下的時候 預先咬 可是咬的時候 它是直接拖走 有注意看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那個 肝尾突然就彎了 有勢 但是 你只好 你應該用後 先把口 fully 螢幕做下去 走 就會有 不會 對 是不是 不會 會不會 放下 過最久的應該 主要是一小跳 終於有靠操作中的 就這樣子跳抖跳抖 咬的時候其實是咬得脫走 咬得脫走 鋼魚都練得很不好 所以很容易就脫鉤了 其實這單單的用途不只這樣而已 它還有很多其他變化可以玩 之後會慢慢的介紹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你的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見啦